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頻道 首先這裡有紐西蘭的《易得台洋》 還有惡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香報》 和《三台西冷氣》那裡 點贊、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逆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這一節我們就想說說安省的事 因為有一件好事發生的 好了,說什麼之前就說說安省的疫情 我們錄的時候暫時還未公佈新數 在6月11日我們這段時間 安省的新中數是574宗 仍然是向下的 其實已經很好了 確診率每天是維持2%的特例 連續3天了,2%的確診率 而多倫多就109宗 西邊的皮爾區就84宗 我們曾經說過的 這個原住民社區爆這個Delta 總的那隻 Poccupine 51宗 這個是要留意的 因為他們那個接種率已經有68%的人打了一劑 都是搞成這樣 要小心的 另外有一個新的就是 Wateruatilo這個區域有79宗 那裡是屬於大學區 要留意的 現在住院仍然有489人 440人在ICU 我們說的好事是什麼呢? 加拿大有一個省份現在 就是承認了中國的科興和國藥疫苗的 哇!哪個省份呢? 就是小弟的安省了 真是可以心物 好啊! 什麼時候送到來呢? 不知道 不是最重要的是 那些人來到就不用那麼麻煩了 可能他是為了 就是將來通回航用 那事源是什麼一回事呢? 其實一早在6月4日的時候 安大略省的衛生廳發佈了一個新的版本 就是關於安大略省加拿大境外接種新冠疫苗的指引 指南 那他就直接講了認可哪一種新冠疫苗 和哪一種兩劑的疫苗接種的新時間 那他就講了幾種情況 好!那第一種情況就是 在省外接種聯邦批准使用的疫苗 就是什麼呢? 任何人在安省或者國外地區 完全接種了聯邦批准使用疫苗建議的劑量 就是無需額外接種 第二個 然後就是任何人在安省或者國外地區 接種了兩劑系列的第一劑 就無需額外接種第一劑 只需要在安省建議相隔的時間內接種第二劑 就是聯邦批准的疫苗 就是分別是輝瑞、莫德納、阿斯利康和強森 Johnson & Johnson 疫苗 這四種 你在加拿大外面接種了 那你回到來就不用接種 接種了第一劑的話 譬如說你計算過一條數 12個星期就再去接種了 第二個情況就是剛才我們說 為什麼中國的疫苗是會被這個承認了 就是疫苗未獲聯邦批准 但是世衛列為緊急使用的疫苗 任何人在安省或者國外地區 完全接種了世衛列為緊急使用建議的劑量 就不需要額外接種 目前任何人未完全接種世衛列為緊急使用的疫苗的話 可能就要重新接種聯邦批准使用的疫苗 就是什麼情況呢 首先大家要知道什麼是世衛列為緊急使用的疫苗 就是科興、國藥 換言之你只需要 如果你打完兩劑 科興的你就來到安省不需要再打 但是如果你打了一劑 於是你第二劑你就要計算過了 否則你就可能要再打第二劑是聯邦那些需要你打的 其實我們這裡之前有人報導過 我在這裡吹噓我打了三劑 很瘋的 有些人在說那我怎麼樣 我在中國打了 那時候還沒批出一條例子之前 在中國打完過例子 我們看到說不是啊 有些這樣的事情發生 但是無論怎樣也好 是絕對一件好事 現在既然中國的國藥和科興 獲得世界衛生組織承認 再結合這個文件已經很清楚 如果大家在中國內地打完兩劑疫苗的話 來到加拿大就不用再打了 好了 情況三就是 任何人未接種聯邦衛生部的批准 或者接未獲世衛列為緊急使用批准的疫苗 就要重新接種聯邦批准的疫苗 那就是很清楚啦 你打都未打 你當然是 如果你是 譬如說加拿大人 飛回來的 你打都未打的 你當然要立即打了 第四 如果你是接種了一些不知名的疫苗 即是未被西偉承認的疫苗 就會怎樣呢 如果個人表示曾經接種疫苗 但是沒有接種證明 就要考慮可能可以進一步調查 要獲得接種證明和必要資料 例如可以聯繫診所或者保健提供者 或者接種者 如果之前接種的疫苗產品不明 就麻煩你去接種聯邦批准的疫苗 如果已經知道之前的接種日期 為了謹慎起見 使用其他接種疫苗之後 你要等28天 再用這個聯邦批准的疫苗才行的 嗯 這樣 很明顯現在安省 是為了迎接開城 既然它是靈活一些 省份就靈活過聯邦 因為聯邦一動就有很多東西來的 尤其是現在那個 講述一些政治氣氛環境不好 如果柱都說 改一改它 承認科興 可能就有些人借一些衣服 所以它不動 反而我們省府就先動 而因為其實是準備想迎來一些留學生的 是需要的 有些留學生等等 安省起了個頭 其他都應該會跟 而且其實我們這裡發出一個警號 我們剛才說過安省大流行 控制就好像好了很多 但是我們這裡的科學員 聯合主席就說 我們抗擊大流行 其實大家都看到是扭轉了局面 但是我們也都 應該這個夏天都挺開心的了 不過呢 在最好的情況之下 這個夏天 應該可以控制到每日200例 每日少過500例 但是情況有惡化 就會增加到1000例 8月中旬就升到2500例 雖然風險比較小 但是那個風險是哪裡來的呢 其實就是Delta病毒 所以要很小心很小心 因為現在Delta病毒變種 是可以幾個星期時間之內 取代到現在的病毒主流 有一些一兩天前 有一些看著現在情況的 就是說有些接種率低的社區 是有社區激增 就是Delta激增的情況 譬如說6月7日 有一區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那些皮椅其實已經是很好的了 但是它是看樓眼一點點 可能一棟大廈裡面 看樓眼一點點那種這樣的情況 明明6月7日 在那些區域只有18例 一天之後 一聲升到83例 18例到83例 幾倍上 其實裡面有10%的人 只是接種了第一劑疫苗 暫時還不知道你打完一劑之後 有沒有過到14天 等疫苗發揮效用 你才拿爺 而現在剛才我們說的那幾區 那個Poccupine那些區 也都是變成熱點 就是說快點給第二劑去打 包括昨天就包括在皮區 剛才說的 Poccupine 約克區 還有多倫多這些地方 就是看到雨的中數 突然間小小砰上來 那立刻跟它打針 打第二劑 就是看有沒有辦法安排 立刻打第二劑 將那些 其實現在是很快的 我昨天就帶另一位長輩去打 其實原本就訂了莫德納疫 去到那裡就說 有輝瑞你打不打 說有輝瑞 那好吧 其實有兩種針排 之前就亞斯里康而已 現在就好像什麼都有 我們這裡的 就是BC省那邊 過去24小時 只是153厘 聽就聽得很好 但是呢 是Delta總比較多 那是要小心的 所以 而現在最大件事是什麼呢 反而是開關的問題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就盛傳22號就準備開 甚至會 就是兩個 開關 比如說BC省那邊的關 那個關口 可能會 九月前開 我們這裡 全國的美加邊境 可能是這個月開都未定 現在還未知 總之聯邦那裡就掩著口 我不會告訴你我什麼時候開 我們慢慢看 慢慢看 看定些 但是說要看定開關呢 竟然有邊境那些管理局的員工 就說我們6月16號會投票 投票做什麼 罷工 罷不罷工 如果我們投票罷工的話呢 就有一段時間之內就跟你談 跟你加拿大政府談 你們省水呢 就答應我們一些要求 如果不是呢 我們就罷工 你想開你都開不回來 這樣說 那 因為呢 其實原來已經有三年時間呢 是談了三年是沒有合同 就是跟工會是沒有合同的 其實因為疫情呢 大家都不談 大家想談都不可以談 於是工會就說 好了 現在準備開關了 你自己省水啊 要不然我們就會罷工了 到時候 啊 復上 你都慢慢吐吧 這種情況 那就當然了 但是其實 除了這個之外呢 加拿 剛剛就看到一宗消息都不是那麼好的 在卡加里那裡 現在是爆 現在的Delta腫也都開始爆 其實有些醫護就中了招的 就是怎樣呢 有一間醫院 有16個病人 中了Delta 還有6個醫護人員也都中了招 這間醫院呢 其實在去年3月開始呢 就已經爆過幾次了 不過Delta病 Delta腫是第一次出現這件事 那如果醫護中呢 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那個病毒量高 而其他那16個病人呢 有些呢就是 有幾個呢就打了兩針 所以現在就很密切看著究竟 是不是有什麼事 不過 相信現在傳出來呢就是 都是輕症的多 那證明仍然是有用的 就是總之打了就是有用 因為至少就不會是重症 不過為了要對抗現在防止第四波呢 現在個個都說 喂 加快接種加快接種 第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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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如果不是真的會 就是其實如果你打了兩針之後 仍然都是爆呢 是對整個社區 整個加拿大的重創 就是現在的人是有希望的 有什麼慘覺 由有希望變成沒有希望呢 不過我相信 我相信呢 就是解決得到的 如果不行就打三針 等它出增加強劑 以後就是當流感針那樣打了 大家沒有法的了 大家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那好啦 我們就講到這裡 回來就會再講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